飞机遭劫后成功落地 可只有一个男孩敢爬出飞机 他得救后只说了一句话 快炸掉飞机 今天给大家讲电视 血缩天节 片子开头 这架遭劫的飞机成功降落 军方很快从中救出了一个小男孩 并控制了开飞机的人 命令他交出其他乘客 这个人拼命解释 我不是坏人 可军方没法相信他说的话 恐怕事情的真相 就只有这个小男孩知道 一切还得从一天前说起 男孩名叫豆包 他一直跟着妈妈相遇一起生活 可是相遇大概是生病了 头发都掉光了 还要定期打药 一天前 母子俩坐上了这趟飞机 准备去美国做一个换骨髓手术 途中相遇因为身体虚弱 很多事都需要小豆包独立完成 同行班的乘客 东子健壮 便好心的帮他搬运了行李 是的没错 这个东子就是片子开头 那个开飞机的男人 那他到底是不是劫匪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驾驶室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 起初飞机升空后 一切如常 可飞出一段距离后 舱内突然抽出好几个恐怖分子 抓了几个包括东子在内的乘客 录制编好的对话 企图制造飞机意外失联的假乡 虽然没有明确交代劫匪的目的 但可以看出 他们最后肯定是要让飞机坠毁 豆包呢不想坐以待毙 就提出可以躲到托运舱里 说完就立马行动 结果被空上发现了 小玉联盟追过去解释 哎呀这是我儿子 小孩子不懂事吗 可空上抬手就是两枪 直接打死了小玉 连劫匪的同伙都被吓了一跳 觉得空上这人形势太过疯狂 什么会这样呢 那还要从豆包刚出生的那个时候说记 哎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 豆包他没有爸爸 其实他本身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是不行 某天他怕他妈雪天出游被困住了 他爸就出于求助 结果陆遇吸血鬼被咬死了 他妈也就是小玉 不见人回来就出于找 结果也被吸血鬼咬上 变成吸血鬼 所以他的病其实就是变异了 注射药是为了抑制发狂 换骨髓也是为了变回正常人 常规的枪击根本杀不死他 这时劫匪们已经完成计划准备撤离 而香玉也活了过来 潜入托运堂 咬死了一只小狗 又干掉了一名劫匪 恢复了体力 回到机舱 丘了个有驾驶经验的乘客 试图拯救飞机 这时其他劫匪看到死的同伴 还以为是被狗咬死的 本来没当回事 谁想这时 那个空烧在尸体附近 捡到了香玉的药 意识到不对 发现是香玉复活了 他们就又折法了回来 香玉连忙反锁了驾驶室的门 他们就上乘客里 抓了个小女孩做人质 逼香玉开门 威胁又一个一个屠杀乘客 愤怒之下香玉彻底暴走 冲出门去大开杀劫 劫匪们吓得是落荒而逃 而被香玉咬伤的劫匪 也很快有了变异反应 他只好放弃追杀 回来捅死了那个即将变异的劫匪 这一切都被疯狂的空烧 看在了眼里 危机暂时解除后 被救下的小孩并没有感谢香玉 而是像看到鬼一样跑了 香玉不免难过 躲进厕所 注射了一只鸡 而这时 那个空烧却跑去发了他的报告 从他的日记中明白了真相 就拿了个紫光灯 模拟吸血鬼最怕的太阳光 准备回来干掉香玉 幸好啊 豆包从监控中察觉不对 跑出来警告了妈妈 可是这时空烧已经过来了 香玉刚打蓝药非常虚弱 外加对方拿了紫光灯 他很快就被压制 而这个空烧也很奇怪 他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按着香玉抽了一管血 之后他准备杀香玉时 豆包拿了枪跑了出来 试图击毙冬子 可他到底是小孩 被冬子钳制一枪打来 直接干脆了窗户 这一下可好 舱内压力迅速下降 只剩十分钟的氧气了 他们需要进气降落 可偏偏那个驾驶小哥哥 为了防护爱人 却痒死了 乘客们乱成一过重 然而最可怕的还不是飞机故障 而是那个空烧 他躲在拖运藏的一辆车格里 把香玉的血情注射到了自己体内 看来他也想把自己变成吸血鬼 不过香玉也已经猜到了他的目的 趁其变异之时 砸碎车窗 试图烧死他 可惜他的童话很快发现藏内着火 冲过来把他给救了 然后就一个一个被他咬成了吸血鬼 这不得把乘客都咬死呀 想到这香玉连忙返回客藏 堵住了所有入口 可乘客们看到他样子都很害怕 还把他当成了敌人 幸好豆包在其中极力劝说 才说动了冬子过去帮忙 二人一起堵住了吸血鬼的进攻 可冬子也不幸被咬伤了手指 为了防止变异 香玉当即立断 给他进行了截止 好在这时群众们终于相信了香玉的话 开始帮忙堵门 副机长为了活命 也选择了繁水 前往驾驶室尝试降落 可是没想到 其中一个乘客早就被咬伤了 他突然变异 虽然没咬到人 但还是重伤了统包 变异者被干掉后 受伤这点也快不行了 其实还是个富翁 他不停向大家求救 说我给你钱 救救我吧 可惜他渗漏了 眼下这种情况还真就救不了他 富翁非常不甘心 那毕竟他钱还没花料呢 求生欲促使 他打开了托云堂的门 对蝎鬼说 你咬我吧 我不想死 蝎鬼管你内人 打倒富翁就冲了起来 磕堂迅速沦陷 这时只有祥宇 拥猛子冬子 以及副机长 待在驾驶室里暂时安全 同时我也很好奇 这会儿是不是已经 没有缺氧这回事了 随后 包空姐带着小部分兴奋者 在门外求助 可副机长转头 就锁出了驾驶室 表示啊 这门一旦开开 就关不上了 那样他们几个也会死 所以千万不能开 但是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飞机降落之后 这一大堆吸血鬼该怎么办 可不咋的 这哪是吸血鬼啊 简直跟丧尸似的 一旦落地 那全国不都得遭殃了 然后他们就商量了一招 可以用劫匪开始准备好的雷管 连接燃料响 等他们几个逃出去后 就用遥控器 越吸血鬼群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小玉就决定 牺牲自己 留在飞机上 手动引爆了一罐 豆包肯定不愿意妈妈牺牲啊 就主动提议 自己个小可以走通风管去拿 这样就算遇到吸血鬼 也可以用紫光灯防神 说完没等大人们反应 就迅速钻进了管道 三个大人看的是心惊胆战 好在一切比较顺利 他很快拿到了遥控器 可结果返回的时候 紫光灯不小心被打飞了 豆包被困住了 小玉心急如粉 迅速思考对策 他先是问伏机长 飞机降落会很难吗 伏机长解释说 他已经输入了坐标 飞机会自动降落的 这点不用担心 小玉点了眼头 看球冬子 一定要好好替自己 照顾豆包 说完就咬断了伏机长的脖子 吸完血的小玉 瞬间战斗力爆横 他杀出驾驶时 一一滴败 来到了儿子身边 跟那些吸血鬼打坐一团 可是那个空哨也很强 小玉很快落了下风 先军一发支持 豆包临激动 拿起遥控器 炸掉了一旁的舱门 香玉立马配合 把空哨撞了下去 可不成形 他抓住了旁边的网子 又爬了上来 眼看香玉陷入昏迷 无力找家 冬子连忙关闭自动驾驶 让飞机稍微拐了点弯 致使冬子完全暴露在太阳下 活活烧死了 之后豆包割破手掌 救火了妈妈 可连续几次吸血 香玉已经无法自控 完全丧失了本性 好在是这一时 舱门口全是阳光 吸血鬼不敢靠近 豆包才得以安全 过了一会儿 飞机安全着陆 豆包就直接自己 顺着舱门爬了出来 而吸血鬼害怕阳光 只能躲在舱内 本来一切还算顺利 可问题就处在 塔台不认识冬子 又听说刚刚联系的副机长 也死了 自然就把他当成了劫匪 立马惹令他不许冬 还要求他交出机内的乘客 军方试图向豆包了解情况 可又不相信吸血鬼之术 豆包不断告诉他们 要救出冬子 然后炸掉飞机 结果却被当成了 情绪失控 胡子乱想 直接打了一阵镇定 送上了救护车 眼看天就要黑了 军方见冬子手上 拿着雷管 就视头都击毙他 而这时豆包也醒了过来 他焦急的寻找下飞机时 拿着的太迪熊 得亏医护人员没给他扔 他拿过小熊 趁其不备 跳了车就往很好 这时军方已经派人进飞机了 一伙人负责押送冬子 一伙人负责去救乘客 结果 旧乘客的小队 很快就全决覆摸 这时天色也黑 吸血鬼们纷纷傻了出来 塔台上的人都看傻了 而关键时刻 豆包也赶了回来 他伸出眼前一个吸血鬼 正式骂骂相遇 他完全丧失人性 怒吼一声朝豆包扑来 豆包强忍悲通 从太迪熊中抽出遥控器 引爆了雷罐 顺时飞机和吸血鬼 全都化被毁金 冬子挣脱束缚 奔向豆包 索性他没事 而塔台那边 也总算相信了二人的话 命人放了冬子 点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死了 前面还流 确实挺遗憾的 谢谢大家关注 我是小散 谢谢你